在这次抗议的浪潮中 大家可以看到 那么警察是明显是处于一个 整个社会所针对的一个对象 因为毕竟这次事件的导火索 就是因为当时的警察恶劲 就是甚至说跪杀了当时的黑人弗洛伊德 因此整个美国社会对于警察的这种看法 就已经出现了非常负面的看法 加上过去这些年 在美国社会经常出现白人警察和黑人民众之间 类似的事件 也就是说白人警察在执法的过程中 选择性的执法 暴力执法 那么已经成了一个经常出现的问题 因此这一次警察事实上处于一个 整个社会所针对的一方 那么警察在执法的过程中 也受到美国政府高层的一个指令 要求他们采取强硬的手段 而且美国警察在以往执法的过程中 那么不管是针对什么样的一个原因 往往他们的手段都是比较粗暴的 而且应对这种骚乱事件的时候 往往都是采取详制性的这种手段 因此这一次在示威游行的过程中 不管是警察和抗议的民众 包括和正常工作的记者之间 也是屡里出现摩擦 而且从警察的角度来讲 他们现在也非常担心 就是记者当把镜头对准他们的时候 恐怕会给他们带来更大的压力 那么在执法的过程中 确实不排除出现这样的一个状况 就是警察会针对记者的工作 进行某种程度的阻断 制止甚至说恶意的这种打断 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 这类的矛盾恐怕还会出现 包括对于一些民众来讲 因为过去几天里 已经出现了很多这样的例子 就是正在工作状态的记者 突然被警察打断 甚至说直接被警察采取措施控制起来 而这样的一个矛盾 那么也表明 就是警察事实上 现在是处于一个高度紧张的状态 尤其是上司 那么给了他们一个指令 采取强硬的措施 会使这次的这种骚乱 他这种尖锐性变得更为突出 现在看这样的一个抗议示威 已经蔓延到美国全境 甚至说在美国境外 就是针对美国驻外的使领馆 也有这样的抗议活动 因此短期看 恐怕警察在执法的过程中 所面对的这种局面会更为复杂